《大考若絕》 老子有記載就是大考若絕 最精巧的東西原來不及一個絕字 有時我們作為創作者或藝術家 很多時候會追求一種最最不經修飾的美學 這種就是大自然天地的大美 《墨潮》這系列的作品先說 因為《墨潮》這作品是一種對傳統水墨的突破 我們中國人講求水墨的精神 是用一種流白的概念 去令人思考關於空間的關係 因為我用了一種很特別的技術 Thermal Ink 一種感熱的材質去做水墨的材料 因為我學水墨的過程中 我很喜歡水墨碰到紙張 然後化開的時刻 所以我一直研究究竟如何呈現這種變化 所以找到這種感熱的水墨的狀態 然後用了溫度去變溫 令到這個作品誕生了出來 《石頭紀》這個作品其實用了一種技術 叫做3D scanning 或者我們叫做photogrammetry的方式 去很精確地將一個實體的石頭 變化了 以前的古人就是用一種托石的做法 在石頭的表面油了墨水 然後紙在上面就用rubbing 所以在科技底下 我們其實有一些新的方法 去重新去表現石頭的美 我學生媒體藝術的時候 亦都受到contemporary art的影響很深 我的創作根源就是來自於 如何將傳統的美和未來的想像空間結合 所以在整個展覽裡面 有很多的作品裡面 都包含了一些中國的哲學元素 但是亦都用了一些很新的手法 去創新或夾新 在這個學校展覽裡面 其中一件作品就是正正用了 莊子知北游裡面的一個故事 就是白驅過區的四字成語 我們經常用來形容時間過得很快 人生很短暫 但原來白驅這個字 它不是用作一隻白馬 跑過了一個裂縫 區則代表太陽 亦都在改變光的狀態 我們在生前和死後 其實好像在一個黑盒子裡面 光就是在我們出生那刻 就照進了我們的人生裡面 所以在這個作品裡面 就會看到一個白色的痕跡 在寓意一種人生的軌跡 和一個生老病死的狀態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在不同界別的人 會有自己的崗位 但是沒有想過原來 可以有很多我們叫做 Cross Media 或者是Multi Discipline 一些合作的方式 因為始終可能是 香港社會的結構 很多時候都是被管治的人 他們未必有藝術的背景 也是關於我們本身 在教育裡面出現的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 你就是被訓練為一個行政人員 但原來我們多元的發展 是很重要的 在每一個人的學習上面 都有説練得和多元的 coal väl支持 和某行政人員 如果你不及時 你在哪り部的話 就找到消息 在這個步時 要看她的人 更多久 歡迎一下 我們在兩 diverse